有朋友应该注意过 导弹在发射过程中 有的尾焰很浓很亮 有的呢则比较清澈 那么如何从图片分出导弹 使用了什么发动机呢 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 如何从图片来分辨导弹的发动机 导弹家族很大 按技术性能来分类的 有弹道导弹 飞航式导弹 巡航式导弹 巡航导弹等等 按功能分 又有反舰导弹 防空导弹 空空导弹 反坦克导弹 反辐射导弹 等不同的类型 由于这些导弹工作环境不一样 任务目标 速度和机动性也不同 所以各自配备的发动机类型 也不太一样 例如弹道导弹 大多数是在数百公里高 近似真空的外层空间来飞行 所以需要导弹内部 携带氧化剂 还原剂 一般属于火箭发动机 而巡航导弹呢 则全程在大气层中飞行 为了获得更远航程 往往会选择经济性更好的航空发动机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导弹发动机的种类 根据其各自的特性 使各位朋友 仅凭一张照片 就能分析出 它用的是什么发动机 目前导弹发动机 可以粗略的分为三类 分别是火箭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 特种发动机等 咱们先来说火箭发动机 火箭发动机根据使用燃料不同 又分为固体和液体两种类型 其中固体火箭发动机 内部燃料和氧化剂 按配比混合 在燃烧舱中 胶筑成药筑 药筑点燃后 中间燃烧通道 会把高速气体迅速喷出 尾焰温度 根据不同条件 在2500到4000摄氏度之间 一般呈黄色橙色 很浓很亮 这种推进方式的优点 在于反应速度快推力大 因此在现代导弹上 应用最为广泛 从大型弹道导弹 到中小型地空导弹 反舰导弹 反坦克导弹都有使用 比如美国的标准系列导弹 所有助推断 都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常规固体火箭发动机 内部燃烧 一次性烧完 不能二次点火 因此一些需要 末端高速机动的空空导弹 就设计了双脉冲火箭发动机 例如以色列IAI公司 研发的BRAC-8 这种火箭发动机 一般有两段固体燃料 初始加速度用一段 接近目标 再启动第二段 两段尾焰均呈现 很浓的黄色橙色 至于液体火箭发动机 理解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从字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使用的是液态化燃料 分别由液体氧化剂 燃烧剂组成 两者储存在不同的储箱中 工作时呢 推进剂和燃料 分别从储箱中被挤出 由运输管道进入推理室 推进剂通过喷煮器混合物化 形成细小液滴 被点火器点燃 在燃烧室中变成高温高压燃气 从喷管喷出 超音速气流形成推理 而按照推进剂供应方式 液体火箭发动机 又分为泵式和挤压式 其中泵式效能高 多用在携带大型战略核弹的运载火箭上 比如泰坦一号洲际弹道导弹 苏联的SS10洲际弹道导弹等等 挤压式结构则简单一些 性能也略低一些 多用在中型导弹 比如苏联的SS3短程弹道导弹 美国的MGM-52长矛战术导弹等 两种液体火箭发动机 尾焰温度根据不同条件 是在3000到4000摄氏度之间 外观对比固体火箭发动机 比较清澈 造成这种外观差异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固体燃料的杂质多 很难燃烧充分 因此尾焰看起来明亮不透明 而液体火箭发动机 由于燃料是液体物质 杂质少一些 同时又可以雾化喷出 所以尾焰看起来会透一些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下 有些使用煤油作为燃料的火箭尾焰 也比较明亮 比如SpaceX的猎鹰9号 尾焰介于固体和液体 两种火箭发动机之间 之所以大兵这里拿运载火箭举例 原因是在于 目前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中 煤油加液氧的组合 有无毒和高比冲的优点 一些对推力有要求的导弹 也会选择这种燃料作为动力 比如上世纪60年代 苏联研制的P9洲际弹道导弹 不过由于液体燃料不可能在弹体中长时间保存 只能在发射之前临时加注 导致其发射准备时间长 生存率低 同时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携带液体火箭发动机的 多维携带核弹头的战略机导弹 航空发动机 也可以称为吸气式发动机 这是因为这类发动机工作时 必须依赖环境内的空气 帮助燃料进入燃烧室产生燃烧效应 我们熟知的窝喷 窝扇 冲压 火箭冲压一体化等发动机 都属于这个范畴 而考虑到采用这里有发动机的导弹 都会在外部留有进气口 所以大兵就以这个特征来给各位聊一聊 如何通过进气口来区分 导弹采用的是窝喷 窝扇 还是冲压发动机 先来说冲压 咱们以俄罗斯的P800高马脑超音速反舰导弹为例 这款导弹头上有一个小圆锥 基本上看到它 我们就知道这种导弹用的是冲压发动机 那么为什么是冲压发动机呢 咱们前面聊火箭发动机时呢 曾提到弹道导弹 大多数在数百公里高 近似真空的外层空间飞行 所以需要导弹内部携带氧化剂 还原剂 一般用的都是火箭发动机 但是大气层内并不缺氧气 所以很多发动机会直接吸入空气 冲压发动机就是其中一种 而专属它的小圆锥特征 实际上呢叫做进气锥 是发动机进气口 在空气进入以后会使内部压力升高 速度减慢 然后与液体燃料混合点燃 产生推力 由于这种发动机结构简单 重量轻 推重比大 因此这类导弹速度可以轻松超过两马赫 当然同样有小圆锥特征的 还有俄罗斯的P270文字反舰导弹 英国的寻血猎犬防空导弹 注意了啊 大兵列举的这两款可不是一堆导弹 而是一枚导弹绑了几台冲压发动机 有些朋友可能越看这个小圆锥 越觉得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没错 它是在美国的SR-71黑鸟侦察机上 也有 这款侦察机速度达到2.8马赫后呢 会启动冲压发动机的工作模式 也就是说冲压发动机要工作必须先将自身的速度提升到一定的界限 所以这类导弹会先用固体火箭作为一级助推器 达到条件后呢再启动冲压发动机 这个限制也算是冲压发动机的一个缺点了 当然导弹进气口并不一定都设计在导弹头上 还有可能在四周 比如欧洲多国联合研发的METRO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 弹体下面有两个进气通道 这其实是冲压发动机的一个变种 被称为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 上半部分有火箭发动机的固体燃料 但只掺入了少量的氧化剂 所以点燃时呢会产生燃烧不充分的燃气 而这些燃气则会和吸入的空气继续混合点燃 产生推力 这种变体延续了冲压发动机 结构简单 重量轻 推重比大的特点 因此速度也非常可观 例如METRO流星速度可以达到4马赫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导弹进气口在弹体正下方 那么这种导弹采用了什么发动机呢 综合来看分两种情况 如果进气口比较小 那它就是窝喷发动机 因为窝喷的体积比较小 同时它工作时呢需要的空气也比窝扇小 所以进气道也相对小一些 多用在超音速巡航导弹上 同理窝扇发动机体积较大 工作时需要的空气比窝喷要多 因此进气道设计的比较大 来获取更大的迎风面 虽然看起来笨重一些 但是窝扇的耗油量对比窝喷尿低 所以导弹航程也相对可观 多用在亚音速导弹上 不过依靠进气口大小来分辨导弹采用的窝喷 还是窝扇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有些导弹呢 虽然采用了窝扇 但是进气口依旧很小 比如美国的BGM-109战斧 它的进气口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 而且呢目前大部分导弹 都采用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发动机组合 发挥各自的优点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助推段特征 来分析它的动力 有几种 比如前面提到的战斧 起飞段呢是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 巡航段用F107WR450涡扇发动机 用几百公斤RG4高密度燃料 达到2500多公里的超远射程 介绍完导弹的常规发动机 最后呢就是一些特种发动机了 目前全球范围内导弹采用的特种发动机 只有核动力发动机 当然这里大兵说的特种发动机 其实并没有具体指是哪一种或者哪一类发动机 这个词呢是在发动机的发明和发展过程中 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主流结构以外发动机的统称 比如在蒸汽机流行时 正处于创造发明阶段的活塞式内燃机 就算是一种特种发动机 而导弹呢大多数采用冲压涡轮为动力的今天 这些发动机就成了常规发动机 其他形式的动力机就会成为特种发动机 之所以大兵会将核动力发动机归类于此 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真正见过一枚核动力导弹长什么样 网上能查到的视频图像资料也都是个位数 比如美国的冥王星 俄罗斯的海燕都是如此 这种导弹呢就像是一个空中反应堆 放出大量的核辐射污染严重 让人胆战心惊 至于他们用了哪种核能技术 是核燃料棒 还是用核燃料给冲压发动机来加热 喷射热气流来推进 答案呢都是不知道 但并不影响我们将其定义为使用了特种发动机 毕竟知道这两款导弹技术的人呢 在地球上也没有几个了 总而言之 各种各样的发动机算是为导弹插上了翅膀 使其成为威力巨大的空中利刃 以上均为大兵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兵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